我和男友谈婚论嫁,婆婆说彩礼随便要提议要求,我乐玩和男友分手。 我和男友工作中认识,她属于没脾气那类人,对谁说话都是那么温和,也可能是岁数大的缘故吧,她30岁,比我大了整整6岁,工作中很懂得照顾我,遇到什么问题都是她来解决,我也说不清她是不是追过我,反正我俩谈起了恋爱。 谈恋爱的日子总是甜蜜的,她把我当公主一样宠,对我百依百顺,从来没有说过不字,出去吃饭会把我身边的朋友都照顾到,朋友们都说我捡到了宝,也很好奇她条件这么好,怎么这么大岁数还没结婚。 我问过她这个问题,她有些不自然,说谈过一个女朋友,五年后还是分手了,至于分手原因,她说得很含糊,看她伤感的样子,我没忍心追问下去,反正她现在喜欢我,又对我这么好,我非常想嫁给她。 我想趁着休假的机会去见她爸妈,男友好像有些为难,找各种借口推脱,不是说老家太远,就是说等商量我俩婚事时再见。 我很爱她,也愿意相信她,没再逼她。 我家里她早就娶过了,爸妈对她印象还不错,说她成熟又稳重,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,不久后我俩谈婚论嫁,男友也告诉我,说她妈妈会过来这边。 我心里暗暗高兴了老半天,甚至为即将开始的幸福新生活,做各种打算。 见面的地点是男友妈妈挑的,一个小饭店,人倒是不少,看起来有些破旧很寒酸,男友姐是说她妈姐姐惯了,我爸妈也不好说啥,毕竟第一次见面,还是准婆婆花钱,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 终于见到了准婆婆,她人说话还算客气,就是有些强势,点菜的时候一手包担,我们五个人,她只点了三个菜,就和我妈客套了一下,我妈也没好意思再多点。 反正这顿饭吃的不是很开心,准婆婆只是闲聊,关于结婚的事,比如房子,车子,彩礼什么的,她啥都不提,我是个急性子,一直给男友识颜色,她像没看到一样,只顾着看她妈的脸色,我心晾了半截。 好容易,准婆婆说到结婚的事,一开口,就让我大吃一惊,她先对我说,刚才我故意少点菜,你也没出生,还算是个懂离属的孩子,怪不得我儿子总是夸你好。 我那个气呀,弄半天,准婆婆这是在考验我呢,我狠狠在桌下踢了男友一脚,她倒淡定得多,头都没抬一下。 准婆婆接着说道,即使呢,想做我家的媳妇也容易,才理你随便要。 结婚后,你也不用工作,就在家做做家务,照顾好我儿子的生活起居,每个月我让她给你三千块,其余的我给你们保管,只要你听我的话,我是不会多说什么的。 你只要做到贤妻良母就行。 这哪是结婚找媳妇,分明是给她儿子招保姆。 她还没说完,我就没忍住气乐了,阿姨,您说的贤惠,恐怕我是做不到了,不过要是找保姆倒是很合适,就是工钱少了点。 准婆婆一下子撂了脸子,饿狠狠地瞪着我,男友也一脸的尴尬,却什么都没敢说。 我拉着爸妈,扭头走了。 回到家,我就和男友提了分手,说实在的,我还是很爱男友的,到现在才明白,她那谈了五年的女朋友为什么会分手,遇到这样一个婆婆,换谁也招架不了吧。 男友说尽好话,还保证以后不会和准婆婆住一起,尽量保持安全距离,见我没反应,她问我还爱不爱她。 如果我爱她,是不会遇到这点事,轻易说分手的。 我心酸难过,是我真的不够爱她吗?我很茫然,大家说我做错了吗? 抱着。 coisas。 费。 、全体探索。 您谁? 恶无凡。 绝一枪。 桱皇奔。 goals. 好,